最近天氣開始變得又濕又冷 姜母鴨跟羊肉爐也跟著一起進入最盛行的季節啦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去吃一間用臉盆裝的姜母鴨 聽網友評論說 這裡的姜母鴨跟人家不一樣 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 我們全家趁著假日的時候來去試試看 順便來更新一下我的羊肉爐姜母鴨系列 跟著我們來看看吧 嘿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這邊是桃園龍潭 然後我們今天要更新我們的羊肉爐姜母鴨系列 因為之前有開這個系列只跟了一集而已 這樣太說不過去天氣越來越冷了 今天來到這家餐廳非常的特別 對然後我是看到人家就是有人在社團推薦這一間餐廳 然後發現哇它也太厲害 第一個它是用臉盆做的那個臉盆的那種姜母鴨 這個都等一下再說 我剛剛下車的時候就聞到超香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看到底有多厲害 好好好走 然後看到那一座一座想說奇怪那是什麼 很像警衛鋼燒那個有沒有 還是什麼蒙古包之類的 沒有就是它的包廂耶 它包廂超多的 其實我們今天也是訂到包廂滿開心的 當的那種編號方式也非常的特別你看 然後在那邊 每一個都有一個成語一個名字這樣子 對十全十美啊什麼的 好啦進來我們的包廂 你看這是我們的東西 我們進來啦 然後它這邊很酷耶 它這個俘魯醬 直接給你一整罐的豆腐乳 對啊對啊 很酷 然後你看這一桌很快就來了 然後我們今天是點半鴨對不對 對 然後就已經很大一鍋 然後它這個是每一盆都是 大概50啊 那邊有價目標 對對對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喔 價格也不貴耶 對啊 還可以 它剛剛很酷啊 它說我們不用再到裡面去拿菜單點菜 它會有桌邊服務 它就直接幫我們送過來 對 啊你要的話就是拿這樣子 只要不要的話就把它退訂要就好了 對 不過等一下還是會去拿個菜 因為它拿菜的地方太酷了 對 然後我們這一桌這樣子 對 我們先來吃吃看好了 好 來先裝個湯啦 我已經先喝了啦 來看你喝 這個湯真的不一樣 我們先喝點湯啊 好像剛剛一定冷這樣 喝一個湯滿棒的 我跟你講它的湯啊 它剛剛問我們說 你要全久的還是半久的這樣可以調整你的那個 或是不加也可以 對 它的薑母鴨湯頭跟一般的我覺得差蠻多的 因為一般的其實湯頭的味道蠻重的 而且很油 它的看起來比較輕 然後裡面呢 枸杞味跟那種 應該是像人參啊 薑的味道比較重這樣子 對 它其實是清湯底 然後加上枸杞跟人參 所以它比較輕一點 跟我們一般吃到的那種 重口味比較油一點的 不太一樣 可是很好喝這樣子 我們先趕快來夾麵線 剛剛超大一盤的 它剛剛超大一盤這樣是大盤100塊 非常非常大盤 對 然後趕快夾 但是非常好吃 因為已經被夾到剩這樣 對對對 我們才進來五分鐘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它的麵線還蠻香的 但是我覺得不夠鹹 我們比較喜歡吃鹹一點的 嗯 阿嬤也喜歡吃鹹一點的 然後你可以加一點俘魯醬應該不錯 不過剛剛小朋友就是說 加一點湯進去蠻好喝的 對 剛剛小朋友說要追加 結果今天是小朋友想要追加麵線這樣 加一點俘魯 欸這個俘魯很好吃耶 這俘魯的顏色跟質地也都不太一樣 一般都是給你一罐俘魯醬 然後它直接給你就是整塊整塊 欸這個很好吃耶 我一般看到的俘魯都是比較偏黑一點點 它的顏色很白 然後而且它上面的紋路啊很像那種 真的就是凍豆腐的這種感覺 對對對 然後加到麵線裡面更好吃 它鹹度就來了這樣 它一夾就化掉了 很好玩 對 它這個麵線本身是非常好吃的 對 那這樣加進去呢 它的那個鹹度就夠了 我們先撈一下這個湯裡面的東西好了 給大家看 不然等一下直接空了這樣子 它有一個鴨頭 鴨角 對 它那個腿 它是半隻的 對 這是半隻的 我不知道 它的東西啊 非常的結實 然後每個都很大 我吃一個給大家看好了 我剛剛已經吃過了 好 來吃一下這個鴨腿 我跟你講它超結實的 人家不是都是什麼放山雞嗎 這個放山鴨吧 真的很結實 所以我覺得鴨口不好的人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是就是代表說它 鴨的那個運動品質很好這樣子 你吃吃看 你吃吃看 好大一隻腿 這好香喔這個 是不是不好咬啊 嗯 不好咬 但是好吃對不對 但是有想到一件事情 我剛剛在蘋果上有看到說 你可以事先打電話來 跟老闆說你的鴨肉要滾爛一點 喔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慢慢滾 慢慢吃這樣子 好 可是鴨很好吃 它鴨的香味很好吃喔 好吃很可以耶 我平常吃到這種 就是薑母鴨的鴨 我不會說鴨香 可是它這個鴨肉咬下去 有那個鴨香 我真的很不喜歡吃薑母鴨 但這間我喜歡 真的 對 它平常我講薑母鴨 它直接說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我剛剛給它看到 就是圖片是 哇 臉盆它覺得好特別喔 嗯 對 然後你今天吃也覺得好吃對不對 很好吃 哇 你看裡面有生耶 吃吃看 對 它的口味是跟人家父母一樣的 嗯 喜歡這種味道 其實直接吃也蠻好吃的 來嚇一下這些菜吧 哇 它這菜盤真的很多 一盤50我覺得算是蠻合理的啦 也不小盤 喔 豆腐 豆皮都給它嚇啦 然後我們插播一下這個烤魚啊 我們訂了一隻烤魚 烤魚你要先講 不然會烤很久 因為烤魚要時間了 對 因為烤魚要時間了 然後我們來之前 就先打電話來 預訂了 我們翻一下好了 然後這一隻它說 我問它說一隻都好 它說大概四五百之間 因為看它看重量這樣子 滿大隻的耶 對 哇 哇 它也有那種紅燒的啊 然後其他的 豆瓣 豆瓣的做法 但是我就想說 欸 吃個原味這樣子 可是魚還滿大隻的 這應該是台灣鯛沒錯啦 嗯 我們剛剛吃的這個鯛魚的肉啊 我覺得它肉質啊 你覺得怎樣 很細緻 然後沒有土味 沒有腥味 我是覺得它鯛質還滿高 因為我吃的時候 會黏牙黏牙的這樣子 然後它的那個肉啊很甜 就是 而且滿有汁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就是含水量感覺很高 而且我覺得它的胡椒粉非常好吃 有一點中藥香這樣 嗯 你看它這個 魚肉啊 下面都是汁 所以它滿有水分的 哇 這個魚真的是非常好水耶 它下面都是它的那個汁水 油吧 喔 還可以加湯喔 可以可以可以 它剛剛幫我們加湯 加的也是高湯喔 不是白開水 它的丸子也是好吃的啊 你進入看看 這個湯啊 煮到後來喔 越來越甜耶 因為蔬菜的甜味都進去了 因為蔬菜的甜味都進去了 那我們來吃一下它的豆皮 我覺得它一開始的湯啊 比較輕啊 是有道理 因為它後面的湯真的是 越來越重口味 越來越濃這樣 那你一開始如果覺得 口味不夠的話 其實 我跟我加一天的服務進去 哇 超好喝的耶 對 看你喜不喜歡服務的味道 這樣子 剛剛吃了豆腐跟豆皮 那豆皮就是一般好吃的豆皮 但是冬豆腐真的我覺得特別的好吃 它豆味很香濃 對 它豆味真的蠻濃 然後它 中間你看它的那個層次感 層次很多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它超級稀枝的 口感也蠻細緻的 你分得出來哪一塊是冬豆腐 哪一塊是腐乳嗎 我們吃到比較尾段啊 鴨肉已經滾得比較爛了 現在變得蠻好咬的 好 建議大家就是還是先 跟它說你想要爛一點的這樣子 對 因為它真的不太好咬 你先吃其它的料啊 鴨肉放後面一點 所以也可以 對對對 你看喔 現在蠻容易就能夠咬下來了 喔 我剛剛吃那個雞翅膀啊 已經被我吃掉了啊 然後 鴨翅膀 鴨翅膀 對 然後它這東西都有膠質 因為我衛生紙一插手 全部都黏在那個手上了這樣子 你看我在湯裡面撈到鴨翅膀 你剛才撈到鴨翅膀對不對 對對對 一隻只有一個喔 呵呵 所以我們點半隻 然後拿到幸運的一顆心掌這樣 喔 真的吃不完了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打包 請他們幫我們打包 還可以加湯耶 讚讚讚 還可以再吃一頓 先回去一頓 又第一鍋了 對 喔 我們吃超飽的 對 我跟你講它就是算盤子 然後我跟他說你這怎麼算啊 他說圓的那種盤子啊 就是五十塊一盤 然後有一些比較方的啊 就會有一百塊這樣 那我們今天是幾乎沒有點到一百塊 除了那個麵線大的以外 其實價目標就在上面了啦 盤子看不懂 玉米 銅蒿 高麗菜看得懂吧 對 價位其實就是兩種 也非常容易這樣子 那他們來的時候呢 就是會端菜過來 然後就把桌子擺滿了 那當下如果你有看到你不想要的菜 其實就當下請他撤走就可以了 對對對 可是他有另外一種就是坐在室內 他不是這樣 不是像這樣子就是擺好 是你自己去拿 然後我們等一下帶大家去看 比如說包廂還有桌邊服務 對 我們先帶大家去看 人家如果是用拿的是怎麼拿 因為我覺得那樣蠻有趣的 走 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 他這邊選擇其實還蠻多的耶 你看還有鮮炒雞 還有藥膳鴨 並不是只有薑乳鴨 然後還有一些熱草可以選擇 對對像我覺得我有點不自量 你剛剛還點了台灣吊 可是我說真的 他的台灣吊非常好吃 我自己超喜歡的 好 我們這邊走進去 你看他這邊就是 你如果是自己拿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來這邊拿了 我們剛剛進去裡面 他說不能拍 那我就不拍了喔 沒辦法囉 總結一下啦 我覺得這間店非常有趣 我自己覺得很像我們去吃什麼 符圓火鍋啊 然後自己去拿一盤一盤的東西 很特別 在哪裡都沒有看過 對 它是自己送上來 當然有一些桌啊 裡面的桌子 他就是自己去拿這樣子 一點就是他空間規劃蠻好的 除了我們剛剛做的包廂 因為像我們一家人 就不想要讓人家打擾的話 尤其像我在拍攝的話 其實是我們打擾到別人啦 對對對 所以就覺得說 有這種包廂式的不錯這樣子 我有時候啊 我是沒有特別要求要包廂的 可能是人數有到 他就會給你包廂 或是如果你們有特殊需求的話 定位的時候就可以先問一下 好處就是 我覺得他的場地還蠻大 所以 小朋友附近這樣走走還蠻好的 他停車場超級大的 其實他停車場很大 可是我們在評論上面聽到人家說 雖然大歸大 可是你正餐時間的時候 還是會聽不到的 真的真的 所以像我們是一點多 一點半才來用餐 可是那時候是還是滿了 只剩下 位置大概只剩 佔了八成 然後還剩兩成有位置而已 硬算空曠 然後很多家庭都有帶小朋友來 那像剛剛我們就是 有很多小朋友在我們的包廂外面玩作米場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是要注意一下 對啊 像他旁邊啊也有好像 好像釣魚場還釣蝦場之類的東西 對啊 另外旁邊有一間那個薑母鴨這樣子 那也是很有名 聽說是兄弟 不管我今天就先吃這一間這樣子 好啦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那這一間我們 你滿喜歡的對不對 我喜歡 因為他的湯頭很特別 然後你剛剛有查一下資料說 他是沒有麻油的薑母鴨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他是他的那個鴨子 他是用那種山泉水去養的 是養的 所以他的鴨肉特別的鮮甜 他的鴨肉的確特別的香 但是我覺得他的鴨肉真的是 非常的運動款的這樣子 有一點點小缺點就是 毛沒有拔乾淨 可是太多在外面吃的雞啊鴨啊 都是這種狀況 所以我覺得也是無可厚非啦 對 他提醒一下就是我 我爸他覺得湯比較淡一點 因為我爸平常喜歡吃肉味啊 爸王那種是比較重的 就是你對薑母鴨有一個刻板印象的話 來這裡 你可能會需要時間去試飲一下 對但是我覺得 這個我們喝起來 他的湯是很好喝的這樣子 沒關係 反正大家試試看啦 我覺得自己覺得好喝 我推薦給大家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大家掰掰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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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